創業 本集團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題是有關於創業 我把創業定義為失敗和成功的叫做原則 這是什麼意思呢 首先剛才我想先問大家一個問題 大家深刻去想一個問題 如果說今天可以一眨眼到達成功 但是卻跳過一些失敗、一些掙扎、痛苦的歷程的話 你願不願意做這些事情 那在分享這個問題之前 我自己發生了一個小故事 那在這故事剛開始我想先跟大家介紹兩台車 第一台車是Family的車 第二台車是Nissan的Sepiro 這是我家開了15年的車 第一台車它的特性是全新 而且非常非常過馬力、非常非常的強 第二台車是我家開了15年左右 而且它現在會漏油 那第一台車它現在市值是一千萬元以上 那我家這台車呢 我媽是跟我講說五萬塊有找 那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之下 就是我在Facebook上面看到一個網路創業家 他說了一句話 非常令人深情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說了 他說 我看到我下一台車了 而且我在2012年我要得到它 我會覺得說這傢伙怎麼那麼囂張 那同樣的很悲奇的是 我也跟我爸媽說 哇 我也看到我下一台車了 而且我想要在2012年我想要買到這台車 對 我跟我爸媽講講 那在一個非常非常偶然的機會之下 這個網路創業家 他邀請我來一起創業 他給我一個statement 他怎麼說 他跟我說 說 他現在創了每家公司 他的創職的原始股東跟夥伴 至少都已經拿到300萬美金了 那我呢 我幫他顧了一下 他29歲開始創業 然後目前大概35、36歲左右 所以他大概是五、六年左右 就等到300萬美金 問他一個問題 這樣的創業家 來邀請你一起創業 你心不心動 好 我坦白講 我心動而已 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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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個網站我都在掙扎 我都在掙扎 然後我深深吸了一口氣之後 我發現好像就是什麼東西都沒有發生過 這個故事 就是對我來講 衝擊非常非常的大 為什麼 衝擊非常非常的大 他讓我認知到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我開始思考生命應該要是什麼樣子 然後才算是有發生過程 然後才算真正過過 那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發現錢已經不是重點 這是我發現的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 我發現 就算可以一眨眼就到達成功 已經有人告訴說 我可以保證成功了 而省略了一個不斷失敗的過程 好 我發現這也不是我想要的 這是非常非常重的 那接下來談談就是 什麼東西是我想要的呢 我想要的東西其實是 希望說經歷從自己 然後找到一個不離不棄的夥伴 一兩個不離不棄的夥伴 然後開始創建事業 開始到達一些有夢想的團隊 二三十人 四五十人團隊 到最後可以到全球部署的一個組織 這是我想要的 我對於這樣的體程 逐步的創造 逐步的建立 然後逐步的演變 這樣的歷程 我深深的著迷 我非常非常對這件事 非常認真 其實不只是團隊 包含像是在找錢的部分 找錢的部分 像你剛才一個字沒有錢 然後開始你要去抽到你第一個一百萬 那這第一個一百萬 你可能也不知道要從哪裡來 然後慢慢演變到 你真的可以上市 可以找到創投找到銀行 到最後它可以變成一個 自動生錢的一個養錢書 這件事情 我也非常糟 可是在這樣的一個歷程當中 我發現的是 我發生過很多很多的 挫敗跟失敗 問一個大概最簡單的問題 我在過程當中 我說服很多很多的人 我就在線上問大家 有沒有人想要加入我這兩棋 我現在企業只有兩個 而且默默不足 連公司的名稱都還沒有想好 也還沒有開始登記 大家願意加入嗎 我說服了二三十幾個人 二三十幾個人都給我很 不一樣的難 有人說你是好 然後不是 然後有人說 有人說 你能夠證明說 這東西會成功嗎 我發現的是 這些東西我都沒有辦法去證 然後都沒有辦法 二三十個人就這樣硬生成拒絕我 我曾經想到說 這樣歷程我會不會走得過去 同樣的就是 在默默無名的過程當中 你有辦法知道說你的錢從哪裡來嗎 好像你沒有辦法 原因是你無謀無 你創投或者天使投資跟公共不算 原因是因為你根本就還沒有證明過自己的人 你沒有到過大公司上班 然後也沒有真的做出自己 讓人家覺得很驕傲的東西 所以錢到底從哪裡來過 我知道 但是你說這樣的歷程 很有趣嗎 我還是覺得很有趣的 原因是因為我享受這樣的歷程 一個時間頭發出來 我們發現說 在最終最終 我們有夢想我們想要達到成功 這個成功可能是 可能是我們想要改變世界 可能想要賺很多很多錢 這東西不一定 那我要講的是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剛才已經說 如果說只有成功的話 基本上就是這東西不是我想要的 但是什麼東西是我想要的 我想要的是中間過程當中 經過一次一次的失敗 然後這個問題很難很難解決 到時候我把它解決 然後再經過一次一次的失敗 然後到最後這個歷程 我又把它解決掉了 那 並且這個路 會持續非常非常難舊 而且你不知道 鏡頭到哪裡 什麼時候能找一次 這個問題就是我想要的 所以 我非常非常喜歡 創這些資 我想靠自己的雙手 去創造一些東西 去用頭髮去解決問題 並且 我希望是 不斷的失敗 不斷的掙扎 不斷的振作 到最後 然後咖啡是 從零開始 重複到了 同樣 在演講的最後 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假設你真的到達成功了 那麼 後面的路呢 你會想繼續走下去嗎 如果已經達到成功的話 但後面你是不是還願意 經過那樣痛苦失敗 正常的過程 我發現 這個問題來講 對我來說是肯定的 也正是因為這樣 我願意不斷的去實施失敗 成功已經不會走 謝謝大家